诗篇四十八篇一节 耶和华本为大 在我们神的城中 在他的圣山上该受大赞美 诗篇四十八篇一到三节 诗人说 当他与其他敬拜者 到西安神的圣殿朝拜时 他从世中的景象 深刻地感受到 神是自大的神 当受极大的赞美 神他为自大 三节诗人说 神在其宫中自显为避难所 神保护城中的百姓 在四到八节经文里 表明了神对付入侵敌人的景象 七节诗人说到 那来袭击的敌人 一见到万君之耶和华的城 就震惊和惧怕 仿佛如被神用东风 具有毁灭性的力量 摧毁的踏实船只一般 这船是大船 而且运载的货物 非比寻常 猎王所看见的 虽然与朝拜的人们相同 但是他们不属于神 相反 朝拜者体会的却是神永远建立神自己的城 九到十一节 朝拜者在殿中想念神的保护 从中体会他的慈爱 九节说 神啊 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 这位神是蛮有慈爱的 他是守约师慈爱的神 十到十一节说 因为神在历史中 曾经多次地为他的子民击退敌人 所以他的名直到地级也当受赞美 因为他的判断满有公义 而赞美更集中在他的子民当中 敬拜不是只限于在圣殿中唱诗读经 十二到十四节 世人说道 朝拜者参与围绕城而行 让此刻的景象为人们所记忆 并且传于后代 神是永远活着的神 祂是信实的 祂必会引导祂的子民 直到永远 人生有时候会陷入恶劣的环境 或许被攻击 或许被欺压 身陷险境 仿佛看似没有出路 没有盼望 心灵感到忧伤沉重 但是诗人却提醒我们 不要忘记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祂必保护 反投靠祂的人 神与我们同在 祂不会放弃我们的 祂必引导 以及帮助我们 在祂的里面 我们能够得着安稳 当我们面对 人生低谷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 对神失去信心 但是当我们回想 那段曾经经历过的 困苦时刻 神是怎样带领 以及帮助我们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